HELLO 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今天這一片也是半廢片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最近的優惠 一般來講很少在做這種影片 可是因為最近的優惠啊 很多我都覺得還不錯 然後就來介紹一下 順便提一下 下面這個工具列啊 我知道超級多人在問 很多人在問 我有機會有空的話再做一片 好不好,等我一下 首先在介紹HumbleBondo 這個網站啊 最近有一些不錯的優惠 這個網站其實有時候買遊戲 會比Steam上面便宜 它會有一些東西可以買 這邊可以看到 欸 這什麼東西 有時候可以看到他們有一些優惠啊 什麼的 Criminal Girl Criminal Girl是 好像很好玩欸這遊戲 這遊戲什麼東西啊 這遊戲我看一下 無法播放 YouTube無法播放的遊戲 我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來Steam看一下 687 我沒有意思要怎麼樣 我只是給你們看 欸這遊戲 在Steam上面買687 然後在這網站買是10.78 10.78是多少錢 我只是跟你們告訴一下 就是有的時候這個網站買會比Steam買便宜 那它一樣是給你Steam Key 我就跟前面介紹的影片一樣就是 直接輸入Key就可以用了 323 我們來看一下這什麼遊戲 什麼 色情內容 看一下 反正不能播我就把它剪掉 欸日本E欸 日本E 我有買日本E的遊戲 還沒有玩 就是之前我有說過要 要實況的那個 什麼 Cross Nightmare 它也是日本E的 你看看 它不是專門在做色情遊戲的 它就是 就是一個恐怖遊戲 他們家其實做的比較多恐怖遊戲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 羅肉 有羅肉 Lava Criminal Girl 犯罪女孩 看起來很壞 不是喜歡的畫風 好啦這個說不定 有機會有玩到 再介紹給大家 這個 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這真的不是 這是意外的 反正就這個網站 它會有很多有的沒有的包 然後為什麼我今天特別介紹 因為今天先來介紹第一個 它史克威爾愛妮克斯包 最高達到25折 它就是一些史克威爾愛妮克斯的遊戲 可是沒有太陽戰士 可是沒有太陽戰士 不過這安妮 安妮 安妮這個我有買 可是還沒有機會玩 有機會玩 因為它沒有繁體中文 它也沒有簡體中文 要自己找包 找漢話包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Spooky Horo SpookyHoro 它這個bundle很不錯 White Noise White Noise其實好像沒有很好玩 Lail of Fear 這一款 這一款還不錯 這一款 我全破了 然後我覺得做的還不錯 然後有兩個 我有做兩片精華 說不定我會放在右上角資金卡 你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How to Survive 也是蠻好玩 還有How to Survive 2 買這四個遊戲多少錢 一塊錢 一塊錢美金 就四個 超級值得 光這一個 這個就很值得 White Noise好像不好玩 層層恐懼 層層恐懼很划算 然後第二 現在均價 這個均價是浮動的 這我以前影片有講過 這均價是浮動的 如果太多人買一包 沒有買到三包 這均價就會往上升 應該是這樣 這個夜深回 這個叫夜深回 這個叫夜深回 這一個好像也有 這個好像也是日本一的 這也是可愛的恐怖遊戲 然後還有返校 如果你還沒有玩過的話 還有Bioshock Remaster 這個包餅不一樣 這一包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到15塊 15塊就有Day by Daylight 跟 13號星期五 13號星期五 我覺得不太好玩 我有做過影片在 念這一部遊戲 然後垃圾化吧 說不定我也會放在 右上角 資訊卡 這一包就還不錯 15塊美金 450的話 如果你有要玩Day by Daylight 我覺得可以直接衝到第三層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第一層 第一層我覺得至少可以買一下 好啦這是第二個要跟你們講的優惠 第三個是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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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另外一個平台 然後它好像不是直接Stinky 它好像就是在這一邊 這一個優惠啊 就是他們自己公司的優惠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像Battlefield 然後質量效應 這些都不錯 而且Battlefield還蠻便宜的 蠻多人從這一邊 這一次他們的活動 像這個啊 什麼Battlefield 1 跟Titanfall Titanfall 只要359 所以這個我覺得可能可以買 我是沒有時間玩啊 不然我就買了 其實Titanfall有點想買 166塊 終極版喔 你們看 Titan2終極版 166塊 我們來看一下Titanfall 這就是Titanfall的畫面 可是我可能不能播太久了 我怕到時候播一播 到時候又被 又被嚇騙 電腦 電腦玩這些應該還不錯 只要166塊 總之就是Origin的優惠 這是第三個 這是我覺得很不錯的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次 我看到的 這一個 這個是Games 欸 它是一樣是一個 這一包是一個慈善包 Charity Bundle 它這一個網站啊 這個網站你們要注意一下 這個網站 它上面都會講說 好像折扣很漂亮對不對 可是因為在國外買遊戲 因為台灣算是比較偏低價的區域 在Steam上面 在Steam上面各個國家 買遊戲的價錢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好像中國 跟俄羅斯吧 這兩個國家的價錢就會很低 例如說我們買遊戲要1000塊 他們買可能折合台幣只要600塊 因為每個國家的收入水平不一樣 所以他們會針對每一個國家 有不同的定價 然後它這一邊啊 你看起來好像都很便宜 就是打折打得不錯 我記得我印象最剩是Overcook Overcook這邊是24.99 然後折扣之後是19.49 19.49是多少錢 19.49乘以現在好像31塊吧 是604 可是我們到Steam上面看 Overcook 你看Overcook只要378喔 這還是沒有打折的狀況 就是這個遊戲在台灣的定價比較低 所以你們如果說要在這個網站買 如果你不在台灣啦 如果你不是Steam帳號不是台灣的話 那這個網站可以考慮 可是應該大部分人都在台灣 所以你們在買的時候 這個網站還是要比價一下 就是它如果 就是一樣是在國外歐美的話 確實是比較便宜 可是如果在台灣的話可能不見得要看一下 不過這個網站 它現在有一個慈善包 它這個慈善包是50個遊戲 只要50美 50美 就多少錢 1300多吧 1350 1500多 50乘以30 對 50乘以31 1550 然後它這個包啊 裡面蠻多遊戲 我覺得不錯 這個包是可以買的 像Metalogear 就是那叫什麼 特工神諜 可是這個網站我覺得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到現在還沒有下手的原因 這網站的缺點是 你看這邊遊戲很多 可是它不像其他的幫兜網站一樣 它可以有連結 直接讓你看到這個遊戲是在玩什麼 它就只有給你它的封面圖 Magicart也是蠻好玩的啦 很適合跟朋友一起玩 還有Batman 阿卡漢 Injustice 就是 正義聯盟 還是什麼 好像好像不叫正義聯盟 我忘記 Humanfall 這一包我覺得可以買 可以買 那這一個應該是鼠疫吧 戰錘鼠疫 一旦 這一包我覺得可以買 可是它遊戲很多 這個我覺得是他們大缺點 他們應該做link 他們做link 應該是可以有效的提高他們的購買率 然後我們剛剛在首頁那邊也有看到 就是 他們有他們的銷售排行榜 這一個當然是一定是賣最好 只是他們沒有 沒有告訴你說賣了多少套 所以 這個也就是參考參考 因為他們要放什麼在上面都可以 他們爽就好 所以不見得是真的 就是告訴大家說 最近有這些活動 可以 你們如果想要買遊戲的話可以看一下 那這些也是我平常會自己會買的地方 好啦 這次影片就到這一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like 然後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攻略評論介紹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收通知 我是萊斯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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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